嗨各位小财神 我们好久不见了 我们在这个YouTube频道上面 真的是很少发影片 但是呢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个 这个Line Bank 这个快点卡 然后它的储蓄 到底怎么做能够最大化自己利益 今天呢我就特别做了一集节目 要来跟大家完整的分享 尤其是这半年 我到底是怎么去使用它的 包括你在存款的部分 还有你在转账的部分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刷卡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好康可以A呢 我们今天仔细的来跟大家聊聊 那事不多说 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主题 今天呢会跟大家讲的就是 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存网营 然后会讲一些存款的优惠 然后再讲转账的个人使用心得分享 最后呢就是Line Bank快点卡 到底要怎么刷 回馈最多 然后最后简单的结论 所以呢我们赶快进入我们的主题 第一个就是到底什么是存网营 什么是Line Bank 那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整理表格 你就知道了 这个是我整理出来的 那像存网营的部分的话 我们国内有三家银 执照已经发出去了 第一个乐天先开业了 然后再来是连线银行 就是现在的Line Bank 然后还有江南银行还没有开业 那他们的特色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他没有这个银行 实体的银行这样子 一切都是线上跟就是电话 来做这个跟群众的沟通 所以其实他有点 就是对民众来讲 他的戒心是比较高的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知道说 我的钱是不是真的在里面 或者是会不会被偷用 所以存网营他要克服的困难 其实就是要怎么去建立 跟民众的这个信心 那还有一点他的优势就是 因为他少了电柱成本 然后水电瓦斯 还有人事成本 所以他可以做更多的优惠 跟好康回馈给这些消费者 这是他的一大优势这样子 那相对于存网营 其实数位账户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比如说永丰大户数位账户 或者是星光OU数位账户 其实也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 最高都有1.1% 1.85%的这个高利活储 那台新的Wilichat也是 就是都是已经 在这个市场上面都已经建立起 一定的这个粉丝跟群众的这个使用者 台新有200多万的这个用户了 永丰大户好像大概也有100多万 那星光才刚开始 所以大概2.30万这样子 那他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他有传统银行做BAKU 他的这个背后的靠山 那么他提供的优惠就是 基本上跟传统银行差不了多少 但是呢 他提出来优惠 比如说有额外的跨行提款转账次数 像永丰大户有给20次 那星光OU的话就是5次之类的 王道银行可能有3次到5次不等 那台新recharge是5次跨提5次跨转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善用的资源 包括你要怎么把钱转到LINEBANK户头里面 都可以透过这些数位账户来做转账 其实都不错的 然后他们也有提供这个高利活除的这个优惠给大家 好像这个远银BANKEE他就给到最多是2.6% 这些都是不错的 那第三个要比较的叫做网路银行 网路银行很简单 他其实就是一般传统银行在网路上面设立的 这个你可以登入账户 然后你可以去看你的这个存款啊 或者是转账 都是一些基础的功能 所以呢这个基本上的话就是 数位账户跟存款账户都一定会有的东西 其实网路银行也都有 所以呢这是这三个产品的差异 所以大家听了之后大概就知道说 LINEBANK的特点就是第一个 他没有这个实体的银行 你也不会有实体的这个存折 然后呢你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手机 也要经过这个这个电话客服 都没有办法面对面的这个真人 所以这个东西对于老年人来讲 可能就会有点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年轻人来说应该就可以这样子 好来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主题 大家看一下存款的优惠 其实这一次LINEBANK他推出来的这个存款产品 共有四种 我觉得也蛮多的 好那依序跟大家做介绍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 看一下我们这个主账户 主账户的话呢 他提供的优惠是什么 叫做活除然后0.6%无上限 这个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把钱放在LINEBANK账户里面 你就可以拿到最多就是0.6% 好那他这个东西有没有上限呢 其实是没有上限的 但是呢他的活动时间比较短 好来看一下这一页 他这边写啊 活动时间其实是从10月1号开始到12月31号 好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其实他在上一档 给的其实是1%无上限 但是呢他一样也是走一近 就是7月到9月这样子 然后10月份的话呢 他现在改走的是降了 然后变0.6% 这个有点跟这个BANKKEY很像 也是0.6%无上限 不过呢BANKKEY他都是走一年期的 所以这个LINEBANK的0.6% 走到12月31号 明年开始会不会降 不知道 这个大家就还要再看了 那再来的话呢 他是一元起息 然后按日记息 但是呢他给的利息的时间是 6月20号跟12月20号会汇入你的户头 所以你在10月1号到12月20号的这笔钱呢 他会在12月21号汇 但是呢你12月21号到12月31号的这10天 你可能要等到明年的6月他才会给你了 他的时间切点就是切得非常的 让人家觉得很传统 就不是说每一个月就固定给你这样子 但是这个东西呢其实还是有他的好处 比如说你放在LINEBANK里面的钱呢 就是可以享有至少还有0.6% 这个也是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的 所以你有钱你可以放进来 但是呢你接下来你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怎么把钱转入LINEBANK 因为很多人都有私讯问我这个问题 就说宝可梦这个钱啊 到底要怎么放进去比较好 那我在网路上呢稍微就是研究了一下 我整理了几个方向让大家参考 你可以透过ATM跨行存款存进去 或者是跨行转账把钱转进去 那比如说你的主力账户是在这个 比如说第一银行 你的新转户是第一银行 那么你就可以去任意的ATM里面呢 去操作 比如说你有现金你就把钱呢存进去你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824的这个银行 这就是LINEBANK连线银行 你可以把钱就是跨行转入 就把它存进去 你用现金存进去可以 那第二个的话呢叫做跨行转入 跨行转入的话你就是放上你自己 比如说你第一银行的ATM的这个 你第一银行的卡片 放进去之后呢选择转账 那接下来呢你就把这个 你自己本身LINEBANK的账户呢key进去 然后金额爱按 确定之后就转过去了 那他的手续费是一笔 基本上是收15块钱 那你自己本身如果银行的账户 有一些跨行提款的免手续费次数 他就会使用掉一次 所以你也可以达到0元转入的这个 这个功能这样子 那第二点的话呢 你可以看画面上面这个 网络银行 网络银行是不是也可以转账呢 可以的我们刚刚前面也有讲到说 一般传统的这个银行都有自己的网银 你登入网银之后呢 你有开启费约定转账 那么你就可以把钱呢 比如说你是中国信托的账户 那你就可以在中国信托的网银 你会把钱转进去将来 把钱转进去这个我们的LINEBANK 这个将来银行还没开业 讲太顺了 那这个部分呢一样 也是一笔交易大概是15元左右 那如果你有一些免费的跨航提款转账次数的数位账户 你也可以拿来使用 比如说永丰大户或者星光OU数位账户 或者是像OBANK 这个他们都有提供一些免费的跨航提款转账次数 你就可以把它拿来做这个资金的移转 那第三个的话叫做零贵汇款 很简单 你只要有这间银行的户头 你也可以跑一趟银行 然后把你账户的钱写汇款单 转进去你的LINEBANK里面 其实也是可以的 那第四个的话就是台湾PAY 台湾PAY的话呢 它这个可能要简单介绍一下 它其实基本上就是 你自己台湾PAY的这个 你自己要申请它的账号 那这个手机里面 你可以绑定八大公股行库的这个金融卡账号 也就是你的银行账号 那么你从这个金资系统里面呢 就是台湾PAY的系统里面 转进去其他的这个银行账户 其实都是免手续费的 所以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然后来做这个资金的移转 其实也是可以省钱的 那我自己的做法很简单 我就是透过比如说 我的钱放在BANKY 我就用BANKY每一个月有五次 好的免费的跨航提款转账次数 然后用这个次数呢一次转 比如说三万或四万这样子转出去 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我就可以省下这个跨航转账的手续费 所以这是提款大家参考的 好 那第二个 这个存款的这个优惠呢 叫做定期存款 那讲到定存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一般银行的定存可能没有这么高 了不起大概就是多少 我给你看一下 我这边有做一个台湾银行的这个调查 你可以发现他这边我今天查询的 他这个三年期的定期储蓄存款多少 百分之0.85 0.865 这真的是很差 或者是你用固定利率就是0.815 这个0.865 0.87都不到了 这个数字其实跟我们这个LINEBANK提出来 这个1.2差了蛮多的 所以呢 这个东西其实是有吸引力的 就是蛮多人都会觉得说 如果我有一笔钱 我要做定存的话 是不是可以考虑用这个LINEBANK 所以其实可以哦 你身上如果有两三百万的这个资金 你有闲置资金 想要做这个储蓄存款的话呢 其实可以考虑LINEBANK的定存 那他怎么存呢 他这边有几个要点 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的存期呢 可以9月1号到12月31号之间呢 乘坐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明年1月1号之后 他没有活动 你就不能做定存了 所以你可以在最晚12月31号 做3比100万的定存 那你就可以存300万 所以这边单笔乘坐最高是100万元 每个人最多3比定存 那你的定存如果解约之后呢 才能够再乘坐下一笔 它的弹性时间是 一年以内是1.1% 但是如果你最高存到两年的部分 他就是给你1.2% 所以我觉得聪明的人应该都知道了嘛 就是现在乘坐定存 然后三年之后解约 你就可以拿到1.2%的这个利息 这样子 最低100元起息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 应该也算是你身上有鞋子资金可以拿来 就是存一下的这个资金停泊点 好 那下一个呢 就是梦想账户 那梦想账户我个人就觉得非常有趣了 因为梦想账户呢 他在今年4月 这个Lightbank抢先上市的时候 他的上市记者位他就有讲这个产品 但是呢因为他真的太复杂了 所以记者其实不太知道这什么东西 所以他们后来就打电话问宝可梦说 哎宝可梦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他真的有1.62%吗 我想说银行拿出来讲的东西应该不会是假的吧 然后我再仔细的去研究一下之后发现 天哪这东西这个是复杂到 一个令人非常匪夷所思的地步 就是如果这个银行开业但是推出这样子的产品 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没救了 所以他们第一季就是从4月到6月 然后应该算第二季的开户 他们的成效非常的不好 所以他们后来呢 现在第三季第四季才开始推一些好的刷卡活动 然后一些比较吸引人的这种纠团活动 然后希望大家上车 但是这个梦想账户在网路上几乎没有什么声量 我个人也觉得他真的是太复杂了 真的不适合大家使用 那我们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扫描画面上的这个QR Code 就是我做的Podcast节目 有简单的跟大家做分析 你听了之后你大概就知道怎么做了 但是说真的我录完节目过了半年我就忘了 因为实在是太复杂了 它的乘坐时间呢 就是从10月1号到12月31号都可以乘坐 然后呢它最高是1.62 1.62怎么来呢 它其实是接力定存 它就是把你的资金分成四个等份 那你通过第一个25%的存款 这个集取之后 它给你加0.25 然后你再通过这个25%就变50% 它再加码0.25 然后通过第三个25 就是75%了 它再加码0.25% 所以平均的利息算起来大概是1.62% 然后你最多可以存300万 那它的扣款日期你可以选定每个月的1号到31号 比如说我选定11月25号 那么11月25号 它是我的第一天的扣款日 接下来就是12月25号 依序扣扣扣扣扣扣到你的存期结束为止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产品 我觉得消费者的接收度不高啦 然后这是他们自己所做的这个表格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你要存10万块钱 然后你分6期 所以你看你第一期 第一个月要存16666 然后第二个月是33332 这样子依序下来 所以呢你的达成率就这边 第一个是16% 第二个33% 然后第三个是50% 所以你总共只存半年 然后你就存到你想要的10万块钱 那它就可以依据你的存款的达成率 然后给你不同的这个利率的部分 它下面的这个表格的利率就是这样算的 16666乘以一开始是0.53 然后它没有加任何的加码 那等到第二次的时候呢 它就有给你加百分之0.5了 它就乘以你存的那个天奇 然后再除以365 所以它的算式其实感觉上没有很复杂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消费者 不太不太容易去理解 它这个产品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自己看完之后 我的结论在这里 它基本上呢 这是一个失败的产品啦 因为它实在太复杂了 消费者根本没有办法去理解 那如果说它真的有这么厉害的话 应该是当初一上市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抢着捧300万去存啦 结果没有 所以这部分我就觉得真的很可惜了 所以我希望他们明年度呢 赶快把这个产品下架吧 因为真的很烂 好 那第四个呢 这个口袋账户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了 这也是它第四季就是 开始就是发威的这个产品 它在10月20号左右 它就发布新闻稿 然后跟大家讲说 我们现在有高利活除咯 我们的高利活除很简单 你就是存5万块钱 我们就天天给你2.2%的高利活除 这个是年息 然后呢 我们每个月21号 把这个利息汇到你的户头 哇 这个就真的有差了 这个我当初一讲 我就发现 其实很多人就愿意开户 愿意一起来存钱 毕竟你想想看 这个5万块钱 如果你存一个月 大概乘以2.2% 再乘以31除以365 这个数字算出来 大概是93块的利息 你这5万块钱 你都不理它 一个月放到自动升 93块的小子儿给你 我觉得这真的很不错啊 所以很多人就很喜欢 就是这种高利活除 然后不绑约的方式 其实是自由度最高的 好 那我们这边呢 也跟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里有 起存金额最低1块钱 然后呢 存款最高可以存5万块钱 然后就是2.2% 好 看一下哦 那刚刚有跟大家讲过 这个5万块存一天可以得到多少利息 它的算是在这边 5万乘以2.2 然后乘以 这个一天除以365天 好 这算出来大概是3.01元左右 好 所以你也可以去算一下 然后就比如说 你这个大月 是31天 那就是31乘以3 大概是93块的利息 那如果你是小月 就是30再乘以3 大概是90块的利息 好 你晚存一天就少一天的利息 你用这个数字下去算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得到你自己一个月可以拿到多少利息 好 那如果你存不来5万块 存4万存3万 你就用这个算是下去带 你就大概知道说你可以拿到多少钱的利息 这样子 好 那因为这个活动的存期啊 它其实有写 就是从10月21号到隔年的3月31号 所以这样算起来 其实大概有接近5个月左右的时间 好 那你总共可以拿到多少利息呢 我也帮大家简单做了计算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10月21号到11月20号上31天可以拿到93块利息 依此类推 好 推到明年的3月21号到31号最后的33块利息 算起来之后呢 大概可以拿到接近500块的利息 好 就是486元 好 那这个数字你觉得诱人吗 我觉得如果你5万块都不动 然后你给他放个接近半年左右 他就送你一张心理餐券 好 可能不到心理餐券那么高的价值 但是你就还可以去吃一顿大餐 然后吃一个火锅 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方式来跟消费者沟通 其实大家蛮愿意存钱的 所以这一点呢 这也是第四季 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开户去使用Nightbank的原因 像我就是存好存满 然后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 大家就是 哦 很不错耶 好 大家就很愿意就是一起来开户存钱 然后让我们这一团的这个开户数 就往上成长不少 这是蛮不错的 好 讲完这个账户的优惠之后呢 我们来跟大家聊聊 就是转账怎么用 转账真的蛮好用的 好 我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因为通常我们一般转账的话呢 要透过银行的APP 或者是网络银行转账很麻烦 但是呢 如果你有使用Nightbank的部分 它其实你可以在跟朋友的对话视窗里面 按一下左下角的加 然后呢 打开这个完整的这个命令列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手机转账的功能 点下去之后呢 其实就很方便了 你可以选择Lightpay Money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这个Nightbank 其实就还蛮不错的 我这边画面给你看一下 我这边 左边你看 你按了左下角的加之后 你会开一个这个所谓的手机转账 这个画面 你点了之后呢 它这边就会问你说 你是要做转账邀请还是去转账给别人 如果你身边有亲友的话呢 你没有他的银行账户没有关系 你丢一个转账邀请给他 他输入他自己银行的户头钱就会扣过来了 这也是一种很不错的做法 那我这次是要转账给朋友 所以我选择的是转账 那下一步的部分呢 就是让你去选择你要用Lightpay Money 或者是你自己的主账户有多少钱 如果你选择的是Lightbank 那么你接下来只要输入 比如说我要转270给他 我就输入270按下一步 钱就会转出去了 所以你在你跟朋友的对话视窗里面 他就会出现一个小小的提醒视窗 他会跟你讲说 他有转钱给你哦 你是不是确认接受转账 那你的朋友如果他按了接受转账之后呢 他本身有Lightbank账号 他钱其实就马上汇到他的户头去 这是一瞬间的事情 非常的方便 那如果他没有Lightbank户头呢 也没有关系 像我这次会给我们的正假小天使 他其实就是012 也就是台北富邦银行 他输入他台北富邦银行的 这个账号资讯之后呢 马上就转过去了 然后呢 我也不会被收手续费 为什么 因为这个Lightbank 他自己本身每个月 有提供一些额外的跨航提款转账次数给大家 比如说跨航提款可以一个月有五次 跨航转账一个月有88次 所以你用Line 这个对话视窗把钱转账给亲友 就算他用其他银行的账户来领 你也不会付出任何一毛的手续费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他做的还蛮不错的 提供给大家参考 真好用啦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这样子 好 那下一个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的刷卡回馈 真的还蛮不错的 最高18.5%的这个回馈呢 到底要怎么拿 我们今天简单的跟大家做个分享 如果你本身还没有Lightbank快点卡的话呢 非常欢迎你就是开户 并且申办一张来使用 其实每个礼拜一早上11点来做这个抢刷的动作 非常的开心哦 好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Lightbank快点卡 它是签账卡 它不是信用卡哦 所以呢你没有额度的问题 然后你账户有多少钱才能够刷 所以呢请大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当你Lightbank这个账户开户完毕之后呢 请你第一件事情就是做转账 不论你是要从永丰大户还是要从星光OU 或者是从Banky把钱转进去 第一个都是免手续费 第二个呢你可以转个3万到5万 转进去之后呢 你的这张卡片就可以拿来刷卡了 是不是就蛮简单的呢 好来继续 它的一般消费呢 有3%的Lightbank点数回馈 大家是不是觉得记事感非常的重 这就像是我们上半年 大家一直在推的这个台北富邦的J卡JU卡 它就是国内3%点数回馈 但是呢他们刚好跟这个快点卡 就是刚好错升的过 7月开始呢 这个J卡它的回馈变差只剩2% 然后Lightbank卡它就接力 就是一般消费给你3%的点数回馈 哦那就不错了 然后这个3%的点数回馈 它居然包含什么 保费 然后你把它绑在Famipay里面呢 做缴费 缴这个水电费 只要刷得过都可以拿得到回馈 哇这点就蛮厉害的 所以也有不少人 把这张卡片拿去做缴这个保费的部分 蛮好的 但是呢 因为它每一个月的 入手的点数上限只有500点 所以大家往回除一下500除以3% 算出来大概是16666 16666元以内都可以拿到3%点数回馈 但如果你有参加它这个所谓的 额外的活动加码15%活动的话 它会把你的额度给吃掉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再刷那么多 所以你超过16666元的刷卡 基本上就没有点数了 所以这一点呢 你可以特别的注意 尤其是你可以在这个Line的APP里面 就是Line 它里面呢 也有Linebank的连结 你把它点进去之后呢 你里面体系会可以看一下 你自己的这个签帐卡 里面每个月到底刷了多少钱 然后你拿到了多少额外的点数 当你接近那个点数的上限的时候 你就可以不要再刷了 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 它还是有一点点限制的 好 那第三点 它绑定在LinePay做少码支付 有3.5%的点数回馈 这个也是跟这个J卡就是学习 J卡也是这样子 J卡绑定在这个LinePay里面做支付 有3%点数回馈 这个是3.5%点数回馈 所以回馈呢 反而比信用卡还要好 就蛮适合这个办不下信用卡的人 然后还有就是小资族群 或学生族群 其实都很适合用这个高回馈的卡片 那第四个呢 叫做活动加码15%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有针对这个平日跟假日 1到5跟6到日 有两档不同的活动 然后都有做额外15%加码 所以你的回馈最高可以来到18.5% 这个是蛮厉害的 我们接着往下讲 这个第一个活动叫做快点吃午餐 还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平日 11点 然后到下午2点 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来做消费的部分 你可以拿到最高18%回馈 但是提醒大家 因为现在开户数已经超过5-60万人了 所以 现在要抢这个优惠的话 就会比较有压力一点 以前的话可能到下午 12点半一点都还有 但是现在呢 你可能11点过不到30分 马上就都没了 所以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会把它拿来做全家的处值 这个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像我这边写的四大指定通路 小七的话呢 请你把你的这一张快点卡 绑定进去open钱包 然后呢 你去超商买东西 11点整解任务 一定拿得到点数回馈 那第二个全家的部分呢 请你把你的快点卡 绑定进去FamilyMartAPP里面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说 这个到底要怎么解任务 你可以看我下面资讯栏的文字 我有这个文章的部分你可以看 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页 我们时间到会都会跟大家分享 然后你只要就是有追踪 你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个最新的这个战况部分 那第三第四个通路叫做 Footpanda或UberEats 你只要把这张 这个签账卡绑定进去 时间到直接叫餐 付款 那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是这四个通路 你都可以去解任务 但我个人觉得最简单的就是 你在这个FamilyMartAPP里面呢 你来做这个 除值Fami钱包 除值Fami钱包的话 只要除值197元 你就可以拿到36点的点数 下面这边有写 就是你在这四个通路 你最好就是刷197到200元左右 你可以拿到36点的点数最多 那他怎么给呢 197乘以3% 大概是6点 197乘以15%大概是30点 所以合计是36点 所以这个是提供给你参考的 好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 我看一下 我这边拿到这个画面呢 就是 Lineband快点卡的解任务 你在这个FamilyMartAPP里面呢 然后呢你把它选择就是 除值197元 然后这边呢会扣你的卡片 然后处理完之后呢 你这边又写到除值成功 你看我已经除值了4700多了 越除越多 那FamilyMart这个 他自己的Fami钱包最高 一个人只能除5000块钱 所以你如果快要买的话 你就自己记得再把它拿出来使用 那个这个应该消费就不用特别解释了吧 你去全家做致富都可以用 但是如果你要在全家做缴费的动作 也提醒你哦 你就是一定要就是在11点的时候 把这个APP扫码的画面开好 然后呢把你要缴的 比如说水费单电费单 然后拿去这个超商逼 然后扫码 你这样才能够解任务 所以如果你太晚的话 基本上是拿不到点数回馈的 这个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 那么LINEBANK他给点的速度非常的快速 当我把这个钱除值进去 或者是我消费完之后呢 瞬间就可以拿到LINE POINT点数 所以这个是消费者体验上面做得非常的好 你们有兴趣你们试试看就知道了 那下一个任务呢 是礼拜六跟礼拜天专属的 就是快点过周末 那快点过周末有三个通路 我觉得都很不错 大家都很喜欢 第一个是MOMO 第二个是虾皮购物 第三个是屈城市 所以你如果平常有在这些通路买东西的 你可以考虑 就是在周末的时候解这个任务 那也提醒大家 如果你在使用这个点数回馈的时候 请你要先把这个卡片的回馈模式调整到 这个快点过周末 就是假日的模式 那如果你要参加的是快点吃午餐 请你先把你的卡片模式调整到平日 你调整完之后你刷才有回馈 如果你没有调整的话呢 你基本上只能够拿到3%的点数 就只有6点 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 请你们就是在刷卡之前的话 先登入APP 然后先确认一下你的这个模式 有没有switch到正确的这个模式 你只要在Linebank的APP里面 然后点选金融卡 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卡片回馈模式 你就可以选择平日或者是假日这样子 那像在Momo跟这个虾皮 其实你都可以在礼拜六凌晨0000的时候 就可以立即刷卡解任务 那么你就可以拿到这个点数回馈 因为他有这个限制每周前8000名 所以之前这种Momo的时候呢 你可能还可以撑个半天都不会被用完 但是现在加了虾皮之后 大家就非常的会买 像现在的话差不多都是过两个小时 凌晨两点之前他就会任务解完 就被他把这个8000个名额抢购一空 所以这部分你就自己要 就是特别的斟酌一下 如果想要A好康就要早点刷 那小区的部分好像还好 就是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会等到白天才去刷 所以你礼拜六的时候还可以去刷卡 如果你不确定他的这个数量到底是多还是少 也建议你就是可以先在这个LINE 这个LINEBANK的官方账号里面呢 先查询他的这个回馈的数量还有吗 那他有时候会显现说 上游名额即将额满 那已经额满的话呢 你就不要再参加了 所以这个也是他们做的很不错的这一点 刷之前先查一下 然后确定有再刷这样子 那MOMO跟虾皮呢 尽量就是刷600块 然后你可以拿到108点 那如果是屈臣式的话呢 因为他上线只有30 所以就请你大概刷197元就可以了 这个点数的话就是197乘18.5 大概会再多一点 不只是36可能3738 大家算一下这样子 好 那我们最后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因为说真的 这个LINEBANK它推出半年以来 我真的觉得它是越来越好用的 所以我也就是想了两句话 然后来帮大家做一个总结 叫做账户存钱想高利 刷卡赚点笑开怀 说真的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一啊 就是大家都一起在这个网络上面 就是11点准时刷LINEB点卡 然后除值Femipay 哇 这个真的是很好玩 大家都是赶快来回报说 我有没有除到啊 那怎样怎样 或者是有人说 看到了我的资讯之后再去除 结果没有 为什么因为就是手脚太慢 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有趣 就是大家就是网络上面 就是一起一起去赚点出这件事情 真的是很开心 那也请大家就是也有兴趣的话 就是赶快来参加这个活动吧 好 那最后的话呢 还是就是做一下官商服务 这个工商服务 我们目前本团已经有302人上车了 那如果你想要上车的话呢 非常欢迎你就是扫上面的这个QR Code 或者是我们资讯栏下面的连结 你就可以就是点下去 然后就可以开户了 那跟上本团你可以拿到什么好康呢 一般外面的人基本上不会给好康 那我们这边的话最简单就是 你只要跟团 官方给你300 我再给你200 这个200哪里来的 就是他们给纠团者的200 所以为什么会有300多人想要上车呢 就是因为他们想要拿宝可梦有200 那我到底赚什么呢 我没有 我就做爽了 就是开心就好 那遗憾也没有给业配嘛 但是呢 我希望就是我们这一团的成效呢 就是至少能够破个1000人吧 或者是破个1万人 哦 那就不一样了 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所以完全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要让我自己觉得开心 这样子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节目不错的话呢 也非常欢迎你就是按赞留言分享 好 分享你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来看看 Ninebank的这个优点 好 跟他的缺点 有好的产品 也有不好的产品 然后也非常欢迎你就是来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